台湾今天发生大地震立刻成为了全球新闻 美国白宫现在也发了声明 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华森表示 美国正关注台湾地震的报道 并且持续关注对其日本潜在的影响 美国准备好提供任何必要协助 并未受影响的人祈祷 另外在菲律宾部分 总统小马可氏在X平台当中也发文 他写下台湾民众正经历这一次 正在后续的影响 我们的心跟台湾人民同在 小马可氏说 菲律宾移工部正在积极地确保 将近有16万名的飞籍人士 那么飞方也准备好要尽全力 支持在台飞国人度过这个艰困时刻 这是菲律宾的小马可氏总统 在X的最新发文 这次是菲律宾的小马可氏总统 这次还可以做到什么 就像摩抵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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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抗